以下節目指標達主持人之個人意見,並非等同公眾指標 觀眾有機會因觀賞品味有異,而產生期望落差 請自行參與坊間封平,作出適當期望管理 今次跟大家說的是 Pritchard 全教師第三季的Review 這部作品改編自 DC Vertical 系列的漫畫 可說是 Constantine 和 Lucifer 的朋友 整套劇,最主要的特色是 Cult 充滿黑色幽默的元素 亦是我最喜歡的漫改劇集之一 作為 AMC 電視台出品的自家劇集 代表作有 Breaking Bad, Better Call Saul 電視台已經肯定是質素的保證 第一季結局有點離譜,但反而贏盡口碑 第二季加了集數之後 反而故事到後來有點妥和悶 其實有點失望 但今次第三季,終於回復了本來的十集長度 水準明顯地回湧 第二季出現過的問題,明顯改善了節奏掌握 但基本上比第一季更好,更明白 今季以 Angel Field 作為主事 很多之前的故事,雖然在 Angel Field 以外的地方發生 但男主角,Jesse Custer 他整個位置都困在 Angel Field 中 最後,就是主角做完 Angel Field 完成的使命 我決定要轉移,我們繼續去找上帝 就是因為他很有功勞電影的風格 這個地方患殘,我們離開了 每季都有一個斬身的故事 主線是男主角Jesse Custer 和他父母的恩怨情守 兩個人的角力,其實是支撐了整季 他這段關係最成功的地方 就是能夠跟觀眾說回Jesse去的過去 Granma 首先是把Jesse的母親的靈魂 之後就去找Jesse的伯伯 把她的伯伯再搶了Jesse過來 要幫她做事 而且她幫 Angel Field 做的事 全部都不見得光 在這部電影裡,她也有大量回憶的情節 去說她那段很不堪的過去 然後整部電影就是一直看著 那段回憶和現在的時間 Granma 和Jesse之間的相處 兩者不斷穿插 然後你每一場就看到Jesse和Granma的對話 你完全看到Jesse對Granma的癢 而結局就是用了年輕版的Jesse和現今版的Jesse 真的在現實的交流 輕輕一句說,那時候就應該殺了她 到後來我決定想殺Granma 殺不成的時候 那兩個版本的Jesse在車上 然後說,這個感覺不對 我覺得在欠了這些東西 就算Jesse明知道我殺了Granma 我也要下地獄 因為她第二季,她整個季 就是說她超級不想下地獄 她就算有1%的靈魂下地獄 她也很不情願 但我看著這個賤女人,壞女人 我是要親手殺了她 我才會覺得舒服 這就是Jesse對Granma那種癢 而這兩個人的恩怨情愁 其實是好看過之前我們見到的百姨組織 HERSTART和殺修聖徒 而看看她今季的新角色 其實是超額地震動多了 你可以看她補出之前 她有一個宣傳的海報 首先她有三個主角 分別是Jesse Custer Tulip和Cassidy 有Angelfield的人物 Granma TC和Jodie 百姨組織 HERSTART Fedderstone Hoover 還有超級重要的Messiah 上帝 還有一個新角色 阿花達 還有吸血鬼 Ethereus 我都不太知道這個名字 還有希特拉 Arsface 還有殺手聖徒 還有一堆重要的角色 其實都沒有在海報裏面 例如 撒旦 死亡天使 其實都很重要 你看她 整部電影有這麼多個角色 其實每個角色 不是隨便出現 她真的有作用 而且有印象 即使她有一幕 Jesse寄包裹那間店的職員 都是有戲的 都說了不可以寄存形體 這麼多個角色 其實我會有點擔心 故事的流暢性會怎樣 會不會很散 誰知道她 我叫做很多副線 她拆散的方式 其實她有特定安排過 譬如她比較重要的 常軌的配角 即是Eugen Hip 她們那些是留到後半年才出場 而很多支戰故事 譬如她那個吸血鬼 即是吸血俱樂部 地下搏擊會 執圍納粹 挖起 利用巴士事故 其實全部都有追看性 和很吸引 這麼多支線 她拆在一起 但你不會覺得很散 原因 就是因為 其實這麼多支線 所有的事 其實都跟Jesse Custer有關 她說那個吸血俱樂部 即Ecarius 和Cassidy的故事 其實是因為白衣組織 她想拿Cassidy 作為控制著Jesse的引致 即那個殺手聖徒 成為了撒旦的走狗 去捉 Hitler Arsface 是因為撒旦和Grandma 本身有個交易 All Father 和Hell Stark 那些恩怨 也是因為Jesse身體 的Genesis 所以引起 其實所有支線 繞了整個圈 都是返回Jesse Custer 而我要說一說 為何第二季 其中一個失色的原因 就是 其實Jesse Custer 是沒有了主角 黃昏 整部電影 你的名字叫Pretcher 全家事 其實是Jesse Custer 在第二季 Cassidy對Tulip 情情塔塔的氣氛 說到Cassidy和Jesse 好像世紀情敵 再把Jesse 描寫成一個 很自私自利的大壞蛋 其實是 看得很難受的 今季是馬上 他馬上把這段 很久前不清的三個愛情 是下架的 是看得爽快很多 Cassidy 再加上 和Ecarious 那些藍藍氣氛 其實是看得很開心的 一開始 他就馬上和你 我Cassidy和Jesse 馬上打一場架 他們要理清他們兩個的關係 我們 是有點不妥對方的 我們都明白我們 生氣對方 但是 我當你是朋友 就是一輩子的朋友 這樣 Jesse的男主角地位 終於回來了 而她的故事終於有強調 Jesse 其實是一個 逆症逆邪的性格 就是因為她 逆症逆邪的比例 跟Genesis一樣 所以她才能夠成功 被Genesis附體 對 她是逆症逆邪的 她傳導 會幫被家暴的小朋友出戲 但她也會把無辜的人送去地獄 第二季就好像只看到她 斜的一面 我當時看過 我又想過 是否Genesis那些副作用呢 但我現在看應該不是 其實純粹是因為第二季的故事出了事 總括來說 第三季是超級好看的 我分了兩次看的 第一次我一口氣看 就是四集 第一至第四集 後來沒有看是因為她播不及 然後我再等 我等到她齊了 我再煲 我又一口氣不小心地煲完之後的六集 你根本一看就看不到 而那種就是 我看第一季的時候 那種很興奮的感覺 是返回來了 整個故事 也都為Angelfield的主線 畫上完美的句號 所有關於Angelfield的角色 都不會再出現 其實這件事跟第一季的結局 她是說Anfield 小鎮的命運 是有些相似異曲同工之妙 我只能說 那如果有甚麼留言 歡迎在下面留下 還有記得LIKE & SUBSCRIBE BYE BYE